大家欢迎来到我们这个月的电讯报 很开心又跟大家有机会见面 这个月的主题是讲成瘾 瘾是什么 很多人呢包括我 听到这个瘾的字 都觉得我都没有成瘾 可是我们真正要了解 真正要知道 我们到底有没有成瘾 我们要先了解成瘾是什么 是什么定义 成瘾需要有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我们一直一直一直在做 一直一直在弄 某些东西某些动作 我们一直在做 那个就是他第一个部分 一定要有这个部分 第二个的话就是失去控制 我们一直喜欢做的东西 我们一直喜欢吃的东西 但我们没有控制 自己没有控制 一直想要有 那个就是第二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是伤害自己 比如说呢 我对烟抽烟 我一直抽烟 一直抽烟 第一我一直很喜欢 一直抽 第二我没有控制 第三伤害我的 自己的身体健康 当然也是伤害到我的金钱 因为我买烟 我是要用钱去买 所以那个就伤害我 伤害到我自己 第四个部分 是伤害到我的周围 比如说我一直用钱去买 香烟的话 当然我家里要用的钱 就会减少 总有一天可能就没有钱 所以太太要买东西 煮东西给家人 没有东西煮 家人没有的吃 大家就会生气 伤害到他们 而且我的那个二手烟 也是影响到我家人的健康 所以这个就是第四个部分 所以用酒啊 用那个烟啊 酒精啊 这个很容易找到 看得很明显 可是有些东西是看不明显 不过明显 所以成瘾呢 有分成三种 第一种就是物质的 物理的 物质的 物质的是很多东西 我们讲到了 我们讲到烟啊 这种烟啊 酒精啊 或者食物啊 也是属于这种物质的 或者呢 物质的还有什么 物质的还有好像 我们看玩手机啊 或者买东西啊 这些都是物理的 第二种是叫是情绪的 情绪的这个很多人都不是很 不过太明显 所以很多人都不是很有意思的知道 那个是成瘾 哪一种呢 就是好像喜欢发脾气 那个其实发脾气也是成瘾来的 喜欢不发脾气 这个是情绪 情绪的那种成瘾 或者一直很喜欢忙 忙做东西 忙做工 忙做家务 忙做义工 这些也是叫做成瘾 但它有那四个部分 四个部分 就是很喜欢做 没有的做就会发脾气 或者会伤害自己 伤害家人 有第三种 第三种是什么呢 我在这里就不多讲了 想要知道的人 可以来上我们的六街 在8月4号跟5号 在新山 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来学习 我们到时间 谢谢 谢谢